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桂主观修观南岛新闻 围在第三顶 安平丽先说担了一个农航 因为欠缺完成的白水稿 造成农产常常常来饮水 民众当前官议官创民五条欧 官党里面前 跟理会口修华 请自尊来会讯了解总控 除了之前农业出水博科来收口以外 也要协助农民 尽出机会来建策我们国内容的白水稿 观众里面前 跟理会口修华顶人 在丁丁丁丁的北斗之下 共同来到第三顶安平丽 因为这样一个农航旁边的白水稿 也是使用简单的土稿 每一次落后就会撤掉 造成饮水的状况 让農民是相当无奈 希望官府可以够近来较做改善 我们成功段白水稿做不好 它这土地就都浓回去 没法就整做 变入大火 水稿不通 水稿淹下来 要做这种经约 开始把它做 因为我们做一段都已经做一段好 村后面大 做一百公斤 它这次还有两百公斤不再做 所以要做 管理时整条要做起来 这些整个的农田是非常的平坦 如果要製作其实是很好 但是如果这个白水稿没有处理时 让我们的整个这个 可能我们的农田都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虽然是在比较深山里面 但是呢每一块这个农地呢 都是我们所有农民最辛苦的 他们的一个薪血的结晶 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好每一块的农地 让他们的收成都能够非常的顺利 就是这会儿看了哦 刚才一百二十万来 建设新的白水稿 在关于我创民后的建议之下 管理民族也将这支 建筑吉他经费 提早准备日来的农路 设置后竟然完成 保重农民的处理安全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林明珍县长特地到我们 沿坪里的成功断这个水沟 排水系统这边 那还有进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步道 也大概有一百多公尺 没有封城的部分呢 我们林明珍县长也特别 也会把它封城完毕 让整条路能够顺畅 透过我们县政府这边的力量 协助他们 让他们恢复原来的生活 主要就是 这大水来的时候 都因为我们的白水稿 所以东西都吃大水 所以这次管府要把整个做好 跟这片农地 它就可以更好的开发 我们管府做的要做的事情 保障我们的农民的管理 虽然这些农逢 是第三顿的地区 但是官长林明珍认为 越偏外也越爱关心中心 而且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继续来建设幸福兰岛 记得前面就差不多 多谢观看